你好欢迎收看7月21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汝 花莲县原住民族联合丰年节将在21号到23号 在花莲县立体育场旁的德新大草坪热闹展开 而受邀演出的大西地冠军舞团 特地前往花莲县府拜会县长徐中卫 表达同为南岛与系国家相聚的喜悦之外 也诚挚欢迎世界各地的游客 共同来花莲参与最盛大的文化庆典 现在许中卫表示 花莲南岛与系的发言地和南岛各民族一样 喜欢海洋更融入海洋 并将海洋视为生命的根源 而花莲的原住民文化就如同海水般 传承原来一代传承一代 今年的原住民族联合丰年节除了邀请纽西兰 加拿大、夏威夷以及泰国等国家大使出席之外 也邀请大西地冠军舞蹈团登台演出 让游客看见花莲原住民文化的独特 同时也欣赏大西地的优美海洋歌舞 发会当中双方相谈圣欢会中 虎方首先邀请在地舞蹈团阿勒菲斯 合唱阿美族的传统歌曲 而大西地也以曼妙的舞蹈 以及优美的歌声感动全场 紧接着大西地代表分别自身大西地 具传统的纪念品包括木雕传奖 象征祖林智慧以及信念的服饰 名产椰子油、手工染制沙龙群、项链耳环等等 并由文森大师为花莲祈福 现在许正委员回赠花莲阿美族的纪念品情人带 每位唐员 期盼生花两国的游蚁 气氛相当融洽 欢迎订阅文中文前出表示 今年7月21日到23日联系上天主题之夜、虚布卵之夜、花莲西之夜、期待评演之夜 将会带给大家丰富而且精彩绝伦的节目 共同汇集来自全国以及在地优秀团队超过20传的演出 期待带给大家全新视觉以及听觉的感受 压轴的千人大会舞 更是被为一生至少来体验一次的动感享宴 记得继续合适吧